是不是請有委員先開始跟大家說話 然後等一下不同的委員 麻煩你們跟大家談幾句話 謝謝 各位 各位支持婚姻品卷的朋友們 今天在婚姻品卷的路上 我們又往前邁進了一小步 雖然是一小步 但是大家都看到了得來不易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珍惜這一小步 這一小步他的後座力還很強 他隨時都有可能又被拉回去 所以在這裡我請大家要冷靜下來 要理性的利用未來的這幾個月 好好的去跟長輩們好好的溝通 因為所有的誤解都來自於 不理解 來自於不了解 來自於不認識 所以他們心中 所存有的對同志的想像 真的就是只有在網路上 所流傳的那些負面的印象 所以請大家不管你是同志或是異性戀者 請大家既然支持同志平權 這樣一個價值理念 我們大家努力 台灣是一個寬容的社會 也是一個包容的社會 我們都能夠對於不同的宗教 予以容忍 予以寬戴 我們也都可以對於所有的外配 給予平等的對待 所以在台灣這塊的土地上 每一個人 他都會被平等的對待 所以請大家 告訴大家 我們大家 多去溝通 讓大家能夠看到 台灣最美的風景 的確是人 這樣好不容易建立的價值 不會因為我們婚姻平權而被撕毀 那我知道在中山南路上的 反同的朋友們 一定會非常非常的憤怒 但是這不是世界末日 也不是從此回家會婚 我們今天的修法 所有的異性戀的規定 完全沒有動 我們只是開大門 讓所有的同志朋友們 大家能夠真實的表達愛情 表達感情 組織家庭 讓大家能夠在法律的建構之下 在民法親屬篇的一個屋頂之下 大家能夠擁有幸福 能夠去結婚生養小孩 共同來建立我們幸福美滿的未來 那最後我要再次感謝 國民黨 民進黨還有我們時代力量 大家不分黨派 能夠共同理性的 在我們立法院 能夠非常理性的去討論 所有的這些的版本 能夠融合出一個整合版 再加上參與的專章的 也是經過慎重的討論之後的 一個修正的版本 那這兩個版本出委員會 所以從此不會再有所謂的名稱的變更 大家也不要再以而傳而 所以再一次謝謝大家的支持 一路走來真的是不容易 讓我們大家繼續努力 謝謝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民法修正討案出委員會 是跨黨派的支持 跨黨派的討論 那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就邀請 另外一位主要提案委員 許育仁委員 可以跟大家說幾句話 各位同志 各位同志朋友們 11月17號 我們在青島東路的時候 那一天天氣非常的冷 我上台的時候 突然間一道陽光照下去 我說同志們 陽光將為你們而普照 而今天太陽出來了 陽光將為所有人而普照 這一條路 台灣走了又長又孤單 他不是這一兩個月才開始討論的 而是在過去十幾年來 所有的同志朋友們 一直走在這個黑暗的隧道 盼望著每一天慢慢的走 孤單的走 看到鏡頭的一個曙光 首先我要為你們所有的人都不放棄 而且所有的人堅定在這裡 請你們給自己鼓掌 第二我要謝謝油美女委員 如果沒有他在司法法治委員會的帶領 如果沒有他在司法法治委員會的帶領 如果沒有他在司法法治委員會堅持 這二三十年來 一直在這個領域上不斷的推動 我們也沒有辦法在這次委員會裡面 一股作氣 謝謝油美女委員 同樣的我也要謝謝 時代力量的黃國昌主席 在這次的提案之中 提出了非常前衛 而且是真正的從兩性婚姻平權裡面 去解決同志遇到所有的問題的這個法案 可以讓我的提案在立法院裡面不孤單 謝謝黃國昌主席 謝謝 今天婚姻平權的法案走到了這一步 出了委員會 我們用一個跨越黨派 超越顏色 而且去尊重少數人的權利的方式 包含了各個委員的版本 然後讓他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出委員會 今天是我們的一小步 可是是台灣人權的一大步 我們為今天鼓掌喝彩 就如同我在大體發言的時候說的 如果法律不只是道德最低的標準的規範 而是彰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進步價值的典範 而今天通過婚姻平權的法案 就是彰顯台灣社會進步價值一個最好的典範 最後我想講的是 這條路走得又長又孤單 可是今天我們看到了陽光 而在遠處我看到了彩虹 讓這彩虹的兩端 連結著天空的兩地 超越政治 超越宗教 讓台灣的統治議題 成為亞洲的驕傲 謝謝 接下來我們邀請另外一個政黨 有提出他們黨團版本的 時代力量黃國昌主席跟大家說幾句話 今天我們幾位委員站在台上 聽到下面的朋友們說謝謝 其實我真的想說的是 應該是我們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這麼長久以來 對婚姻平權這個價值的努力 謝謝你們 一路上走來 一次又一次的證明 我們不需要靠謊言 我們也不需要靠金錢 我們有愛 有溫柔 用充滿愛 充滿溫柔的堅定力量 我們今天一起跨出了這一步 謝謝你們 謝謝所有在場的朋友 你們才是今天這個法案 能夠走出委員會最大最大的工程 謝謝你們 謝謝 去年 去年夏天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宣告了婚姻平權 是憲法平等權保障的價值 有一些朋友在問 我們台灣有必要這麼急嗎 有必要走得這麼快嗎 我想說的是 就如同剛剛勇美女委員 徐毅仁委員所說的一樣 這條路 各位朋友們 你們已經走了好久好久 你們也等了好久好久了 趕快完成立法 趕快還給你們 在憲法下面 本來就應該有了權利 是這個國家的責任 也是我們作為政治人物 每一個人 共同的責任 我們今天 踏出了這一小步 後面我知道 路途會更艱難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們秉除著信念 沒有忘記初衷 沒有忘記 我們一開始 為什麼支持 這個婚姻平權的運動 沒有忘記 我們想要把台灣 帶上什麼樣子國家的腳步 沒有忘記 我們希望台灣這塊美麗的寶島上 所有的人都能公平的 過著有尊嚴的生活 享受人權的生活 我相信 這一些力量 一定會帶我們突破重重的難關 最後走到終點 還給各位婚姻平權的權利 這條路 我們繼續一起走下去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黃國昌委員 也謝謝時代力量 謝謝黃國昌主席 接下來 要邀請我個人非常佩服 那他其實在委員會 在立法院 為這個法案 做了非常非常多 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的事情 那他本身 除了是委員之外 他也是民進黨 政策會的執行長 讓我們邀請段康委員 跟大家說幾句話 謝謝大家 大家都很辛苦 今天各位所看到 在立法院的司法法治委員會 今天的出審的結果 我們除了要感謝 最辛苦的主席 也是這次修正案的提案人 油美女委員 還有同樣是提案人的黃國昌委員 許玉仁委員 參與委員之外 在這個過程裡面 還有許多位委員 都提了他們修正的意見 包括民進黨的周春敏 郭正亮 國民黨的許淑華 也都各自都提了修正的動議 都認真的參與討論 我們一樣要感謝他們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 最讓我感動的 各位看到的是今天 會議進行的過程 但是各位不一定知道 在今天會議之前 我們幾位主要的提案人 包括油美女 包括時代力量 黃國昌 包括國民黨的許淑仁 其實都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整合討論 各自版本的一同之處 在今天 整個過程為什麼可以這麼順利 因為我看到 每一個版本的提案人 從頭到尾 都沒有堅持自己的版本 我們看到每一個版本的提案人 從頭到尾 都只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希望幫助 民法修正案 保障同性